根据警车从医院出来 脱逃的犯人当时疑似从急诊这栋大楼另一边的门离开 不过原本从台中监狱介护就医住院的收容人 疫情之前其实是住在第一医疗大楼 两间病房打通有专属介护病房 只会有单一一个出入口 任何人进出都得通过管理员 疫情发生后 现在收容人住院换到另一栋 有些住进家户病房甚至在不同栋楼 现在普通病房里没专属的介护病房 也没有封闭式出入口 监狱管理员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一个人雇一名收容人 我们两间的介护情形 当时就只剩下一名主管 介护两边的勤务 台中监狱也被质疑是否延迟通报 我们5点44分发现脱逃行为 管理员巡防发现收容人不见了 调监视器发现他是在下午5点24分 破坏脚僚脱逃 主管人员立刻通知情务中心派借护人力支援 也通知辖区派出所追捕 甚至联系户籍所在地普里分局到住处搜寻 之后公文通报台中市井二分局 会整搜寻状况跟陈昆河的各自后 在晚上7点56分 公文传真通报台中地检署 而这距离法务部要求的 在获知收容人脱逃后两个小时内要通报 其实只延迟了12分钟 道市台中地检署收到通报后 也是过了快两个小时左右 晚上9点52分才发布全国通气 相关的借户流程破坏借记拖打过程 左手要彻底查明真相 离清责任 表除了离清与究责 管理员代收容人就医与住院勤务 人力是否需要调整也会一并检讨 TVBS新闻成绩均衡 採用来3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